在全球车谈 只要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有各式各样的排行榜出炉 透过这些排行榜 除了我们可以动心车谈未来的趋势之外 也能够让大家非常快速地 而且轻松掌握到 到底现在全世界哪几款车是最火红的 今天当然我们也帮大家整理出几份 相当有意思的榜单 包括了欧洲年度风云车 还有世界年度风云车等等 我们今天都一并地跟大家来分享 首先我们先来聊聊历史最悠久的 全球新车大展欧洲年度风云车 我想这个欧洲年度风云车 台湾的消费者应该是还蛮熟悉 而且相当具有指标性的 我们看到最终拔得头筹的这一款车 年度风云车 其实在去年年底的台北车展上面 我们也看到了它 可是在这一次的榜单当中 7抢1最后它的竞争对手 实力其实也非常地坚强 可是智希 你当初神预测 你说1系列可能会胜出 结果不是他 对不对 对 他至少还有在第七名 相比例如什么Golf八代 那些游戏专家选的 甚至于TiCon 对 还好有上 对不对 那这边我觉得先 我们先给Rick一个掌声 神预测 208直接拿下了第一名 我记得只有他选这一台 那这份榜单 其实最后这个七名 就是冠宜刚刚有提到 它是最终决选的名单 并不是所有车型摊开照票数牌 其实这个是最后的一个轮次 所以在这些集聚里面 其实就已经是全球大概50多个 将近60个评审所选出来 他们觉得在今年度最有可看性 话题性或是可靠度耐用度 以及销售的这些风评最棒的这些车种 通通都在这里 就是车界的星星的里面的精英 那这些车种呢 其实这一次有些蛮大的看点 首先是毕竟是欧洲年度风云车 所以以这个历史最悠久的 这个评选活动来说呢 欧洲人真的还是对于房车 没有那么的喜欢 房车或特别是SUV 所以你会发现这里面几乎多半都是先辈 那我觉得比较值得一看的点是 其实Toyota Corolla拿到了第六名 125票 其实这一代的车型 能有这样的成绩相当相当不容易 一般来说 Corolla不太可能出现在欧洲车的 这一份榜单里面 也不太可能进入决选啦 对 所以呢 可见得在这一代的 12代Corolla上面呢 其实专家是给它非常高的评价的 可以进入到欧洲年度风云车的榜单 那我们看一下我之前选的一系列 其实我觉得一系列有一点点的可惜啦 但是呢 毕竟豪华品牌 在这个奖项里面 一直都没有特别的持乡 除非像Porsche的Taycon 或者是去年的冠军Jagor的i-PACE 就是你是新能源集聚的 才可以在这种这种世代比较受到这些评审的青睐啦 不然如果你只是传统的豪华 汽油啊 柴油类型的这种房车 先背车来说 基本上要拿冠军很难 但我觉得在第七名一系列表现已经很不错了 新时代它换上这种前驱的平台 马上就可以受到世人的一个肯定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福特的PUMA 其实这一台车 它的身形 还有产品的定位啦 尺码 都还蛮符合欧洲市场 虽然欧洲人不是那么的爱SUV 但CUV其实接触度算高 特别是福特这个品牌 大家不要再觉得它是美国车 其他的研发中心完全就是 以欧洲市场来做打造 那这台车型呢 有一个唯一比较大的问题 也是台湾可能不会导入的重点 就是它的起始售价真的偏高 那因为毕竟它车虽然小 可是它用上的好料是蛮多的 很多福特的新科技都在上面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四名的雷诺的CLIO CLIO在第五代的车型上呢 它算是做了蛮大的革新 而且用CMF平台 这个平台大家很熟 就跟Nissan的Kicks是一样的 雷诺日产的一个合作的一个结晶 那这台车它尺码放大了很多 所以没有拿到第一名 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 是因为它尺码放大 尺码放大比较多 而且呢 CLIO它像是那些新时代的设计啦 很法国车啦 但是慢慢的有点点走位 反而我们来看第一名的208 它尺码还维持在四米零几 很小很紧凑的一个尺寸 那这台车呢 获选最大的一个重点 就在于它有汽油 1.2升三缸 原本的这个动力 有柴油 有油电 还有电动车 等于你这些动力的问题 在它身上来说都不是问题 因为每一个集聚都有 你要说它是电动车也可以啊 所以以这个奖项的评选的 这种喜好来说 等于都顾到了每个评审的胃口 很多元化 对 那再来它车尺寸小 符合欧洲市场的需求 它的外形的设计啦 配备的一个进步 都是相当相当有感的 所以拿下第一名呢 我觉得是无庸置疑啦 那是一个实力的肯定 但是怎么样都不敌 就是专家啊 每次这样选都选不准 那Rick一次就神域车中 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 而且其实欧洲年度风云车 在全球车才来说 是相当具有指标性的 除了我们看到 今年2020年的欧洲年度风云车 有不就的208所拿下之外 我们来看一下 世界年度风云车 其实也相当受到大家的关注 而这一次呢 世界年度风云车 进入决选的年度风云车 有三款 而其中呢 两款就被Mazda给拿下来了 老天爷啊 Mazda CX-30 还有Mazda 3 那表示说这一次呢 其实Mazda呢 在拿到年度风云车 这个奖项上面 可是十拿九稳吗 可以这么说啦 不过那个世界年度风云车 跟欧洲风云车 有一点点不一样 其实不是一点点 你注意看到这些 是非常大的不一样 车单完全都不一样 原因是 这个是一个全球性的 有80个媒体 包含了美国的 加拿大的 欧洲的 中国大陆的 还有一些国家 大概很多地方 大概都只有 每个国家一个 但是因为全世界这么大 所以他选出来的车单 就非常的多样化 可以说完全跟欧洲风云车 没有任何重叠 完全不一样 你没有发现 那最后的这入选的十台 然后最后决选是这三台 你会发现 怎么跟欧系的 你像欧系的 它里面还有 Toyota日系车 还有福特米系车 对不对 那在这里面 所谓的年度风云车 世界年度风云车 美国办的 好 感觉 几乎都没有 没有美国车 表示他们很公平 所以 好像很公平 那我再提一下 就是说 这原本这个 真正谁当选 会在四月份的 纽约车展公布 不过前两天 纽约车展也被延期了 因为疫情的关系 会延到八月 八月下旬 但是这个年度风云车 世界年度风云车 到底谁会当选 是不是四月份 他们就事先讲了 会用线上公布 也许吧 我再猜 所以我们今天 还是要来预测一下 我们待会也要来决选一下 那我们先看 这个整个的入围名单 你看看 有宾室就有CLA GLB 你会发现 其实是不错的 像GLB是一个 全新的七人座 这是一个很好 然后过幅八代 你看看 欧洲没有入围 那这次终于在这里 Force Falcon的T-Cross 也不错 这个是一个 新的Crossover的代表 KIA 注意到了 它是EV 这是所有的EV 这是纯电的 那跟入围的 KIA的Tellerite 这个 这是豪华级的 所以你会发现 这种SUV 本来都是美国车 最早发展的 结果现在变成KIA 所以你就知道 其实KIA 在所有的运动赛事 做了很多的赞助 很多那个 其实在美国人 心里是留下深刻的印象 有潜移默化的效果 已经深入打入了明星 因为尤其 各种各样的运动赛事里面 KIA是赞助很多 然后Range Rover的Evoque 对 所以这个来自英伦的品牌 好像对全世界的吸引力也很好 你看现代又来一台 所以韩国的两大厂 你看同样的集团 它其实入围了很多 那当然不得不说Mazda Mazda 3跟CX-30 因为在去年的时候 在那个LA车展的时候 Mazda 3的推出 其实在那时候就掀起 非常非常非常大的 吸引的目光 因为它在LA车展首发 所以所有的人全部聚到那边去看 所以Mazda 3 因为它的整个设计让人惊艳 然后以Mazda这个品牌 它又把质感做得还不错 那以这种比较平价的价位 然后有这种 高货车的质感 所以在这部分 你看看三台重两台 那CX-30原则上 应该就是Mazda 3的 Crossover版本 所以我觉得它 这个三选二 三重二 大概这次Mazda 重的几率是相当的高 听完罗哥的分析之后 观众朋友你心里认为 世界年度风云车 到底是这三台车的哪一台呢 我们来看一下专家怎么样预测 会不会跌破大家的眼镜呢 也许可能不是Mazda拿到 那罗哥你预测的是 一样Mazda CX-30 对 那大伟哥呢 马自达3 其实他们是兄弟车 是 我选马自达3是因为我觉得 在这个马自达3 它虽然是已经推出很多代 但是它在这一代车型上面 它还是有它创新的地方 所以你看它 它的存在感很强 然后它的风格也非常强烈 所以我觉得这部车 的确是蛮特别的 而且以过去的三届 过去三年的年度 世界风云车 都是这个SUV 我觉得今年角楼这个评审团 在选这个CX-30 或者是Tellerwood Tellerwood 那我觉得这就很 这个是趋势 也是 而至于我觉得 KIA Tellerwood 我觉得是比较夸张的 因为这是世界年度风云车 而KIA Tellerwood 是一个 就KIA在美国生产的 专为美国市场销售车型 它居然在全世界风云车 居然也会入围 我觉得这次 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的地方 也就让我觉得说 这世界年度风云车 有点在这严谨度 因为23个国家 234个国家 我觉得它是不可能 在每个国家都出来 那很多国家 包括中国等等 他们怎么来选这部车子 根本很多人不知道 有这部车 那这票数怎么出来 到前三名 我觉得这就夸张 至于马扎 CX-30跟马扎3 我觉得他们是 实至名归 因为他们的确都特别 而且马扎 在世界风云车里面 它已经过中了两次 有一次是2006年的 马扎2 另外一个就是MX-5 所以你说马扎 在这世界风云车 它的确是有它的一个 很重要的位置 其实你也不用觉得 有什么特别奇怪的 因为之前那个 去年的世界 年度都会小车 是由Jimny拿下 怎么会这样 有点傻眼 那Rick 你这次的神预测 是什么呢 一样是马扎3 所以你跟大卫哥一样 对 希望你也会中 对 其实 久前名单 你看有两部 马扎的车系 而且是马扎3 跟CX-30 但是大家都不要忘了 CX-30的设计的一个 效法的对象 其实是马扎3而来的 对 比如说新世代的 魂动的设计里面 CX-30它是效法 马扎3而来 所以再怎么样来讲 最原创 最创新的 第一个的 这种 以这样的面貌问世的 还是马扎3 所以我觉得 跟以之前的惯例来讲 刚刚大卫哥有提到 都是SUV的车型 所以我觉得 这次的先辈的一个车款 应该会容易 受到大家的瞩目 有可能 因为开先锋的设计 搞不好 就是凭什么喜欢的 但是 志鑫你是 Mazda CX-30 对 就我看法跟罗哥很像 这个趋势 而且你说 这个是世界性的 你说先辈车 可能在欧洲 很有看头 那那个Tellerite 一定就是北美而已 那个基本上 根本来乱的 所以CX-30 它不只是趋势 而且在全球的市场 你看 CUV的销量 已经超过先辈车了 那其实你也不用管 它的根源 是不是从Mazda 3 发源而来 其实它的整体的尺码 它的设定 就是会比较受 整体市场青睐 所以我会选CX-30 所以其实这次 在欧洲年度 风云车 我们看到非常特别的是 竟然就是一个品牌 里面有两款车 进入最终绝选的名单 可是我们来看一下 还有另外一个奖项 那就是世界年度的性能车 由保时捷 这个品牌 一手给包下了 三款车都是他们家的品牌 是 我觉得世界年度风云车 这个叫做 World Car Steering Committee 这个评学委员会 是蛮奇怪的 因为它是性能车 它不是讲跑车 讲跑车的话 应该就是在这里 可是讲性能车 应该是包三包三 因为现在SUV 也有性能车 也有这种 可是它偏偏就是独钟 这种像这种 跑车型的 而跑车型里面 保时捷是他们最喜欢的 因为在 我们先不要看这一届 光是过去14年 保时捷就中了5次 而且5次里面 就是911 Kamen Boxster 这三部车轮来轮去 所以你看到这里 这次又选到 而且居然这三款车子 入围的三款 居然同样都是保时捷 我就觉得 这个评选委员会是蛮奇怪的 可是你选保时捷 的确也有它可以讲的地方 因为保时捷在这里的产品设定 都蛮有它的一个特色的 像这次你选到保时捷的 它有个788的 跟Kamen的GT4 它虽然一个是敞篷车 一个是硬顶的骨骑 但是有人说 这怎么两部车也摆出来 应该是各有特色 应该选一部车 它是把两部都摆出来 我想是因为着重在它 于它的动力 它的动力是用4.0升 平6的引擎 然后有这个很强烈的420匹马力 然后有很快的加速性 而且是手排 至于这保时捷911 那就更不用说了 过去这个世界性能车 它911就也是中了两次 所以在这911算 它是把它家族整个都放进去 可是它家族里面 在国内就光有六款车型 再加上运电网车展 新宣布的 就release的这种 这个turbo车款 事实上911在这一代车型里面 它也是一个非常强力的 一个怎么说 被性能车迷所爱戴的车款 就是结合新世代 现代的科技 跟传统它的旧有的精髓 全部都融合在里面 所以它会出现 也不意外 788跟Kamen过去也都出现过 但是假如就我个人 我觉得宝石杰的Taken 应该是这次性能车 应该要出现的车型 因为Taken是目前在这跑车里面 唯一 我们撇开这个是 像这个Tesla的性能车 这电动车 它是唯一跑车里面的 讲电动车的一款车型 因为你看我们现在 这些市场上的欧洲车厂 不是QEQ 是什么EQC 都是属于修理的 SUV型的 对 只有宝石杰 我着重 我把重心放在跑车上面 而且跑车还可以坐到四座 而且性能它有四款车 目前就有四款车型 然后它的这个加速也快 最慢也有100公里 0百也可以4秒 最快可以到2.8秒 而且它续航距离 也都在这个400公里上下 最重要是它快充系统 22分钟就有充满八成的电力 所以在这里的话 我觉得它是应该蛮有特色的 而你看在这个年度风云车 世界风云车里面 前七名 它是欧洲年度风云车 它排第三名 所以其实大家都非常关注 宝石杰的这一台 TICON的电动车 不论是我们刚才讨论到的 像澳洲年度风云车 世界年度风云车 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电动车的身影 可是我们讲到电动车的龙头 应该第一个最想到的 就是特斯拉 那特斯拉最近也是又有议题 因为他们的股价跌到一个不行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Rick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特斯拉股价从当初的高点到现在 已经跌了非常非常多 将近股价已经是腰斩了 那其实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在它的一个美股的一个 整体市场的一个 比较保守的一个状态之下 而且大家都知道新冠疫情 确实在全球造成蛮大的一个震荡 包含我们股市的市场 其实也是一样 所以它在整个大环境的状况之下 所以特斯拉当然会受到影响 那再来其实 还有就是油价走低的一个因素 当然我觉得油价走低 不管高或低 对于大民众购买电动车的意愿 我觉得应该是50比50 因为其实大家现在对于传统的燃油车 已经非常的熟悉 一定是知道说我买车就是一定要加油 一定是跑不掉的 一个养护的成本 就是持有的一个成本 可是当初特斯拉还没有推出Model 3车系之前 它的单价其实是高的 那大家可能觉得 那我就是开我习惯的一个燃油车就好 可是当Model 3一推出之后 它的一个平价的一个入门车款 面试 不管是在它的一个销售量也好 甚至它的一个当初也有一度交测销不出来 所以当那时候确实是把它声量再提高了一点 那时候当然股价也是直接反映在它的股价上面 当然整个有好多个就是利空的状况之下 让特斯拉好像这次的股价看来应该不会这么快的 就是回到原本的一个水准 不过其实还是它还是有一点就是基本面的支撑 比如说它现在上之前Model 3推出之后它卖得很好 但是其实在美国当地还是一些欧洲市场 它的政府对于电动车一些补助 其实慢慢的减少 因为它是配额其实差不多了 但是它在中国市场的一个电动车的一个补助 其实已经到位了 加上它中国已经正式在投产了 已经复工了 所以它还是有一些利多的状况之下 它还是并不会有所谓大跌的状况 但是可能短时间内还没办法回升 但是其实后市其实是可以期待的 但是如果你是开电动车的话 也许油价跟你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但是对于大部分的消费者来说 如果说最近的油价大崩跌 可是直接受惠到我们的荷包 但是有一个研究指出 如果你最近要去加油 或者是你要自助加油的时候 你可能来看一下油枪 竟然说油枪比我们家里的马桶还要脏 这是什么样的研究 好 这个数据其实是 国外的汽车网站所整理出来了 跟大家用车人比较有一点点相关 在这个无患肺炎的疫情之下 你可能会接触到的一些东西 其实我们现在去看很多的加油站 自助加油的人数 好像真的有变少一点点 因为会碰到那个油枪 对 其实油枪到底有多张 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单位帮大家计算出来 这个叫做每单位的一个 聚落的数量 就是他计算的这个单位 总共有多少的细菌在上面 其实我们看到在加油枪的 加油枪的握把上面 还有这个加油的机器 总共是260多万 跟200万的一个数量 那这代表什么 首先你在自助加油的时候 是不是要插信用卡 是不是要按按钮 你开始加油啦 发票要不要捅鞭啦 这个案件非常非常的脏 因为基本上这个报道有指出 这基本上是不会清洁的地方 加油枪也是 顶多呢就是有的人怕那个加油油会露出来 所以拿个抹布擦一下擦一下 可是也是脏的 通通都是脏的 所以呢你拿自助加油 你现在还要去自助加油 就等于你直接接触了 最脏最脏的地方 比你家的马桶还要脏几百倍 几百万倍的一个细菌的数量 所以呢其实就是 劝大家在这段期间 其实去加油站找有人工的加油就好了 或者是你真的不嫌麻烦的话 要戴一个那种一次性的手套 但其实也不是特别的环保 所以当然现在油价这么低 你去自助加油 其实并没有插到 像以前插到那么多 那么有感 所以去人工的车道其实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家用的马桶 其实它的马桶盖 马桶坐垫 其实数量也是蛮多的 每天就接触到嘛 那像我们公司其实就有放酒精 我就觉得还不错 稍微喷一下 顺便也可以消毒一下屁股什么的 好手提包底部 这个我觉得蛮有感的 身边有些女生的朋友啊 冠英应该也是拿那种手提包啊 有时候比如说到餐厅吃饭 好久不见 然后就放在地上 对不对 那你回到家呢 你可能好累哦 然后你就放在沙发上 放在哪里 这些细菌全部都带回去了 它特别讲是手提包的底部 相当相当的脏 所以记得不要乱放 或者是定时的清理 那钱其实我觉得是 大家觉得会最脏的 最脏的东西 因为现在我知道有很多人 其实改用这种什么 手机的支付啊 就是因为不想碰 什么钞票啊 铜板 在这段期间嘛 但是其实它的数量啊 你看感觉 我们感觉最脏的东西 不及手提包底部 马桶还有加油枪 你就知道加油枪到底有多脏啊 所以在这段期间呢 有一些因应行车 做着你生活习惯的改变 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好 把它记在心里面 这段时间呢 我们就利用人工加油 因为毕竟呢 最近的油价可以跌到一个 让大家觉得 哇 怎么会跌这么多 所以很多人都说 没关系 最近油价下跌了 对不对 我们的荷包也省下来 所以呢 油门可以给它吹下去 有人是这样说啦 但是我们都知道说 其实油价下跌 虽然可以省到不少的油钱 但最终最根本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车子本身到底耗不耗油 那最近呢 就有国外的媒体啊 特别统计出来 针对各个品牌的平均油耗 来做排名哦 可是当这个排名 最终出来大家发现呢 冠军是由HONDA所拿下 可能有一些人觉得实至名归 但是有一些人既然说不公平 这个榜单呢 其实呢 有人开外挂 怎么会这样 Rick 其实关于你讲的没有错 其实来自美国的消费者报告 他票选的一个十大最省油的车厂 他的一个评选的一个机制 大概是怎么样 他就在每个品牌里面 你所有的车系 平均的油耗 我全部帮你加总起来 然后从你这里 全部车系之中 算出你每个品牌的所有车款 平均的油耗 大概多少 所以那这样 以这个基准下来 计算下来 其实我们都知道 日系车厂应该会 占蛮多的便宜 所以其实这个实名的榜单里面呢 我们就看到日系车厂 其实包办了前四名了 前四名全部都是日系车厂 他就五个日系车厂 全部都上榜了 那其实我们可以刚刚 关于有讲到 我们看看第一格的Honda 那其实Honda的车款 其实严格来讲 并不会是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他基本上 他有推出一些 Hybrid的车款 甚至新世代的一些 Turbo的科技 让他整个一个平均的油耗 可以拥有不错的一个水准 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都知道 Toyota 对 这个全球最大车厂之一的 Toyota 他应该是在 在我们国人印象里面 应该是省油省税的一个 代表之一嘛 对不对 怎么他是在 这个美国消费者报告里面 竟然是屈居于第八名呢 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会觉得 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就是让我们的一个 既定印象里面 好像有一段落差 但其实大家应该考虑到 其实他在北美市场 还是欧洲市场 他的车系实在太繁杂了 他有很多 从小车到大车 是商用车 货卡什么都有 比如说像北美市场 他可能有Takoma 他可能有Lang Cruiser 那些车款 其实都是动辄4.0以上 甚至5.7V8的 这种大排气量的引擎 所以拉低了 他整个一个 车系的一个平均油耗 所以他之所以会在第八名 其实也是有原因的 所以这份榜单 其实大家可以参讨一下 因为其实如果是 各个品牌 他有推油电车 甚至是纯电车款 Plug In等等 他都可以把他的整个 整体品牌的一个 平均油耗给拉得很漂亮 尤其是出电动车的话 不是整个就拉下来了 所以几年之后 其实我们可以参考一下 说不定又不一样 我们为什么会常常谈到 一个车辆的油耗表现 最主要是因为 全球的环保意识抬头 所以各家车厂 也想方设法地 要通过环保法规 而且我们讲到 在台湾的市场来说 跟我们台湾息息相关的 就是欧盟的碳排的法规 我们也知道 很多的车厂都说 现在这个碳排的法规 真的越来越严苛 几乎就是很难达到了 是这样吗 罗哥 对 我想 这个除了有很多的政治因素 还有环保团体 很多的因素不断地在push 因为其实你也要知道 欧洲 它是譬如说有北欧 有南欧 还有很强大工业国的中欧 这些 其实他们每一个国家之间 虽然已经是一个欧盟 他们之间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冲突的 所以不管在政治上面层面 所以他们在制定一个制度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我们先看这个分项成绩好了 就是说这个GP 这个国家排名这个成绩 就是指这个评估 这个什么温室气体 再生能源使用 能源使用气候政策等等 哪些国家表现得比较好的总分 我们看北欧国家是不是都名列前茅 非常棒 因为他们现在各用车比较多 对 因为第一个土地大 然后他们也没有汽车工业 然后更有趣的是 他们很多是产油国 然后产油国自己不使用油都卖出去 然后自己又说我要电动车 我要电动车 所以他们就可以用这样子的方法 然后让他自己显得相对的 比欧盟还要更环保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中国 我的天啊 中国也是名列第四名 没有啦 当然是总排名是第三十名 三十啦 对 那我们台湾在哪里 分数只有23.33分 对 那美国呢 老大哥排名61 他只有18.6分 那也就是说其实 我们全世界对于这种能源政策 环境污染法规什么的 大家的争论还是很大 像我们台湾 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 我们经济部能源局也曾经说 我们2022年 我们要规定 每一个车厂出来的 这个每一台车平均油耗 要大概21公里 一公司21公里 我们想 21 别是 谁坐得到啊 现在我们知道的小车都不太可以 对 所以那个时候出来 大家是一片哗然 即使我认为连Toyota都不见得 坐得到 那事实上你再翻到现在 这个几年前讲的 到现在2020年的 许多欧洲的车厂 都因为当时订了这个法规 然后现在要接受高额度的罚款 好啦 那大家都要罚 全部的人车厂全部罚 没有一个信免 没有人达得到 所以你订这个法规的人 当时是在想什么 他说我订了 我就觉得你们都过得了啊 那因为很多环保团体也好 或是政治人物在 彼此在竞争的过程当中 比如说我是在业党 你是执政党 那在业党往往跟环保团体结盟 一定的 对 所以呢在欧洲这么过去几年来 政治变动那么大的情况下 你就知道 在这部分会被死上 我说被死上多少力量 以至于他们的欧洲的这些 环保法规越来越严格 那但是过去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有啊 但是过去你说二期三期四期五期六期 这些环保法规 你们都过得了啊 那我弄个油耗法规不回过吧 结果没想到这一次 我看看大家都 那个根本就过不了 没有人过得了 那定这个法规就有点没有 对 那所以大家就会急急反弹 那不过我觉得这一次的 刚好可能碰到这次疫情 那个全世界大家目前工厂 大概都要停止生产 大概都会隔离一段时间 那可能趁这个机会 大家也就解套了吧 我看 对 所以因为有时候 你会发现政治的情况 这些操作 议题上的操弄 导致这些法规越来越不合理的 越来越变本加厉 反而美国人根本不撩你 对 对不对 它一个人独大 对 对 对 所以这些事情 还是值得我们观察 政府之所以为什么会制定 这么严苛的环保法规来说 最主要也是说因为汽车 它在行驶的时候 会有一些废弃来影响 我们的整个环境的污染 可是最近有一项报告 研究指出 汽车的两个地方 竟然比排气管的污染 还要更严重 智希 到底是哪两个地方 其实这个这样讲 大家应该真的很难很难想象 我们就觉得车子最臭 最脏的就是排气 是当然了 黑烟什么的 碳排放 都是全球的污染 都是汽车这种环境所造成的 但是其实现在有一个 最新的调查的数据 这一阵子还蛮红的 它就是针对汽车 在每行驶一公里 所排放的非碳的污染 他们这个叫做N11 叫做Non-Exhause Emissions 就是说我不是碳的污染 可是可能是金属 或者是产生的一些热能的杂质 等等 简单来讲大概是这样 那主要出自于两个地方 一个是跟我们行车息息相关的 一定要踩刹车 刹车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些微粒 这些是造成空气 很大很大的污染 再来就是轮胎 他们说一台家用的 比如说小轿车 小仙辈 还不是性能车 每行驶一公里的话 就会排放5.8克的 这种非废气的排放 它大概是 我们每行驶一公里的时候 的碳排放的1300倍左右 这个数字非常非常的吓人 那特别是如果像画面上 看我们这样烧胎 对不对 烧胎当然就不讲 非常的夸张 如果你是正常的行驶 你在胎压不足 胎压过高 或者是路面不是非常平整 就是等于简单来讲 就是它的磨损比较大的时候 都会造成更高更高的污染 其实这个道理就是 轮胎其实是橡胶啊 一些合成的材质所造成的嘛 它在受热 特别是这种摩擦啦 不平路面的时候呢 它才排放的这种东西 很类似于我们刹车 所排放的这种金属的污染 那讲到这个金属污染 其实他们在刹车的时候 特别高热的时候 这个刹车的垫片啊 它所产生的这些杂质 大概有20%的成分 跟柴油车所排放的这种 偏金属属性的污染 是非常的相近的 那这个研究的调查呢 最大的重点就在于 我们不管是刹车还是轮胎 释放出的这些微粒 都会跟大气中的一些酸性啊 硫酸性可溶性交融的气体 去做结合 吸进肺部一样又是 对人体非常有害的物质 所以不管是汽油车柴油车 还是感觉非常环保的电动车 你一定要刹车嘛 你一定要装轮胎嘛 所以这些数据呢就是在我们汽车的使用过程中 绝对避免不了的 当然这个数据现在听起来感觉我们没有办法改变 它就是你要每天都要用轮胎都要刹车嘛 所以大家就是要知道说除了能源以外 其实有很多无法避免的这些污染在我们身边 所以其实啊真的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真正一台是零污染的车辆 不过呢各家车厂为了要达到 能够达到这个符合环保法规的标准 所以其实投入了很多的一些研发的技术 相对的这些成本上面也会反映在车架上面 可是呢车架越来越贵的状况底下呢 有些年轻的朋友啊 也许他们的收入有限 所以呢他们能够消费起的车款也是有限的 那就有一项调查发现哦 在美国的年轻人很多都买不起车 真的是这样吗大伟哥 根据一项调查 就是美国的汽车的消费啊 它的销售数量一直在往下降 先不要说这次受到疫情的关系 是它整体市场是因为它年轻人 就像现在年轻人 大家都喜欢用3C组啊或什么 对车子来说因为城市化的关系 我也不需要靠一定要买新车来做代步 我可以利用其他工具来 所以他们在进入想要买新车的意愿 就不会像过去爸爸妈妈 那个年或祖父们带那个时代 那么强烈 因此他们这个销售 不仅是整个整体销量掉下来 而且在年轻人的市场上面 又呈现明显的滑落 像16岁到35岁 他们说这个族群 他们这个市场的消费率 他们比过往它掉了超过近5个百分点 天啊 可是相对的在56岁以上的这种 我们可以说这个族群 反而他们消费率是增加的 那这样子车厂也看到这样子趋势之下 立之所需 再加上刚冠英讲的 我们现在车子又有什么环保法规 又有很多案子 要供什么互联 要电动什么一大堆成本 当上去的车厂要想我要赚钱 我只好做较高价的车子 因此它现在车价平均的往上提升的 像他们有做统计 像这个JD Power他们说 车价好像比过去 过去平均车价差不多3万2 可是现在都到33000 33600 比过去要多出1200块 即便是另外的数字 还更是超过2000块美金 都可以看出来 现在买车跟以前的车子来说 是比以前贵 这是为什么呢 这也是因为车厂 把一些过去比较入门的车型 我讲的是在美国 它把一些入门车型 它把它砍掉了 尤其像轿车 像我们在国内卖的很红的 这个福特Focus 在那边它属于小车 它把这美国福特 干脆叫Focus或Fiesta 已经杀掉了 像这个福特Cressler 他们就把他们的一些Dart 这国内没有卖的车型 或者Cressler的Cruise 在大陆卖的很红小车 他们都已经杀掉了 所以目前在美国 你看不到这些小车 你只要买这类的车型的话 你可能就要去买SUV了 那SUV来讲 对他们来说 他们的价格 同样的东西 它可以 价钱可以贵一点 然后可以赚比较多的钱 因此在这个美国 它就出现这样子的情形 车价越来越贵 当然政府也要寄出相关的办法 来平衡市场的机制 而且最近我们也听到说 财政部即将针对 这个所谓的货物税的部分 来做一个修正 之前我们都有知道说 这个太旧换新有补助 那他们也希望能够延长到五年 就是不论是机车或者是汽车 那对于消费者来说 当然是一件好事 可是对于车商来讲的话 它是好的还是坏的呢 志祺 其实关于讲到这个货物税的补助 其实也算是行之有年了 我们现在讨论起来 它从105年的1月8号 一直到110年1月7号 就是明年的年初 这算是第一个阶段的 一个完整的期间 那当然一直都有声浪出来 就是说 其实货物税的这个效果 感觉成效蛮好的 是不是要延长 因为其实在我们刚刚讲 去年2019年 其实就已经有 200多万辆的汽机车报废 然后去换成换购 就用这个货物税补助 去换购了新车 所以其实以量来说 它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 当然这个政策呢 主要是偏向两个方面 第一个当然是老旧的车款 它的排污是比较严重的 再来就是呢 我们知道每年买入 不管生产啦进口 买入的汽机车的数量 绝对是远远远远大于 报废的车辆 所以以都市的这个生活形态来说 它的车辆数会越来越多 所以这个是每一个国家政府 都必须要去做的一个手段 那其实这总共的 以去年的数量来说 就已经突破300亿的一个税额的减免 那当然最近呢 有这个财政部已经有 财委会已经到 向政府去提案 它说五大的这个财务的政策 其中一项就是 把这个货物税的减免 这项政策延长到2026年 延长5年 当然它其中的所有的 不管是条款啦 补助的金额等等 都不会有改变 那目前感觉起来 这个法案正在进行中 那我个人是觉得应该会延长 应该会延长 其实我自己觉得 本来就应该要延长啦 只是怕这个消息太早 说出来的时候 你可能原本今年赶着 要包废换新车 你说我这个车留着 再等一下 反正还有五年 但这个对于 以政府的立场来说 不是那么的好啦 跟政策的推动 有一点点的违背 所以才会比较晚来做 这个是否要延长 毕竟也最后一年 才去做这个决定 我觉得是偏晚一点点 当然很多人讲到 这个货物税呢 会不会是整体 不管汽车 机车市场的一个毒瘤 其实不管是17%的 25%的 50%的 台湾的车价 为什么大家说这么的贵 税额真的是蛮高的 那你看到 以油电车 已经减免50%的一个税额 一台Raffle 如果Raffle Hybrid 起始价100出头外 如果没有这50%的税额 最入门可能就要130万 顶规可能要到100 150、60万 70万左右 所以其实 相对来多非常高 这个额度是非常的高 那之前有传出说 是不是要把 机车的补助 原本4000块 要拉到5000块 马上就引起 大量的电动机车业者的反弹 因为电动机车 是不用货物税的 马上就引起大量的反弹 所以最后这个决策 也不了了之 还是维持4000块 所以其实就跟罗哥刚刚讲的 那个排放很像 这中间有很多 非常多政治的因素在里面 那我觉得大家对于 享受这个 以汽车来说 5万块的折价 好像是蛮有感的 当然延长5年 我觉得对于 要买新车的消费者来说 一定是好事 对啊 政府太旧换新的补助 其实是项利多 对于消费者来讲 都是好事啦 可是如果说你近期 真的可以享受到 这个太旧换新补助 你想要考虑的车款 如果有邮电车的话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告诉大家 哪十款车 尤其是这个邮电车 是最棒的 讲到省油呢 开邮电车的朋友 一定是最有感的 我们来看一下 外媒评选出了 十款非常棒的 Hybrid 尤其是休旅车 因为现在休旅当道 到底有哪十款的休旅车 可以列入大家的考虑呢 罗哥 对 这是美国这个 Kellis Blue Book 他们评选出来的 我想在美国的市场 是一个 你看几乎都是休旅车 是啊 SUV当道的话 那我们很惊讶地得到第一名 竟然是Volvo X4190的T8 我们一般印象应该都是 就是说Hybrid车款 应该是日系品牌 比较强 尤其Toyota 做Hybrid 这么久了 升值人心 对不对 那X4190 其实它的T8 我想大家应该有印象 它号称是两颗引擎 它其实是Plug-in Hybrid 所以你这整个车单里面 Plug-in Hybrid 还有一台X460 T8 这样有点不公平 因为其实它可以当纯电车 对 可是Hybrid它就是用电脑来控制 对 所以原则上就是说 外媒评选 这个就是说 其实还是有他们的认知 喜欢的观念 那我们这样子也可以看得出来 Volvo这一次的转型 就是他们说要全车系 全部都Hybrid至少 全部都Hybrid化 这样子的一个大的策略 是受到媒体的关注 以及欢迎的 所以这一点 让他们就觉得说 那你这样子这个X4190的T8 而且其实事实上 还卖得还不赖 对 而且它的整个的质感 空间够大 美国人很喜欢 大车 对 那我们看 所以说Volvo这一点是成功的 那Honda第二名 好 CRV的Hybrid 这当然本身 CRV本身的条件不错 再来加上它的Hybrid的车型 然后第三名 Audi的Q5 还有TFSI的EHybrid的这个版本 那Audi在美国 其实在北美 品牌其实就一直是还好而已 并没有到非常厉害的 所以它可以 它可以再拿到第三名 也算蛮特别的 好 所以这个也值得观察 那Toyota RAV4 Hybrid 你会觉得 最近Toyota得到这一类的奖 的比例越来越低了 可能大家看腻了 真的 就是没有新的技术 对 就是说你这个Hybrid 你想要走遍天下就对了 然后动不动输出 给各个车厂 大家做合作 你到处怎么看都是这一套 那但事实上让人家觉得说 你的Hybrid也没有再进一步 你也没有做很多的纯电 没有 纯电幕也没有 对不对 它怎么没有出Plug-In Hybrid 它有 它是有 在国外有 它是有 PHEV它也有 但是它那个车型永远 不是当做主打的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变成 XC90 T8就显得异常珍贵 大家都觉得说 你要做 为什么你Toyota一直留在这里 所以可能就这样子 那第五名呢 就是XC90 T8 你要知道这个T8的 虽然动力等级还是 在动力 内燃机的部分 稍微差 有一点点的差距 但是在T8上面 它一样是Plug-In Hybrid 就是XC60 也一样有这样的车型 我相信在台比较便宜 所以一定卖得更多 所以严格讲 这些有点火的车 它们已经可以变成一个章节 全部来临选了 也就是说 这已经是一个成熟的趋势 对 那每个人都觉得说 我要买车 若干年前还在想 要不要试试看Hybrid 现在已经是Hybrid 已经有一个车单 而且还可以大家来品 哪一个比较好 哪一个更好 那现在很显然 这个趋势是丢给了 Plug-In Hybrid 就是说大家有Hybrid 还不够 以后你要买 你就干脆 Plug-In Hybrid优先了 因为其实在台湾的 用车环境来说的话 其实这种Plug-In Hybrid 或者是一般的Hybrid来讲 蛮适合台湾的环境的 可是我们在买车的时候 除了会考量油耗的表现之外 其实更重要一点是日后的 车子的养护成本 一台车好不好养 有关于你的荷包 所以外媒他也评选出 如果你有车五年 各个集聚最好养的车款 我们来看看 是不是跟台湾认知的一样呢 大伟哥 是 这冠英 我们这里看到的 也是美国Kelly Blue Book 他所选出来的 每个集聚最好养的车子 五年 他根据了你的买的价位 然后你的保养 你的油耗 然后你的养护等等 这样算下来哪些车子 然后他算成五年的费用出来 我们很惊讶地看到 这个最小型车部分 最便宜的 居然五年只要花 三万一千美金 就可以搞定五年 就是Hunday Elantra 那当然在这里 我想他可能是指的 是指他的汽油车款 因为他的 只要是小型车的 油电车的话 Corolla的Altis 国内卖的Hybrid 他在当地也是只是三万一 就跟他价位差不多 差不多 对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我们过去讲 这个Toyota的保养最好 等等的 他很省钱 其实在美国 Hyundai的Eletra 他表现也是相当不错的 至于中型的SUV 在这边是Subaru的Forester 它是3.5万 HB小型车 多了4千块美金 那往上再看上去的话 也是国内有卖的 Mitsubishi Outlander 他在这里设定 是三排做的车型 他在国内也有这样子的车型 他就4万 他不等就这4千块 5千块这样跌上去 那在国内 在这里面很熟悉 就是Lexus的UX 这次他所评选的 这几个级具里面 居然Lexus就中了三个级具 UX NX 以及Lexus RX 他们保养费用 当然就比较贵点 因为他们毕竟是高级品牌 可是也比较好养 对 老实说 你就要看其他高级车品牌 它显得也是好养的 比较亲民 对 4万6 4万8 都在5万块钱以下 RX贵了一些 但RX你跟他 Akura通缉车来比 也是差不多不相上下 但Akura国内是没有引进了 然后至于 在这里比较让人嫁异的是 他的电动车 你上的Lexus 我们说他不是没有油耗吗 居然没有油耗 就装成这样 他居然也要4万块钱美金 你就会想 他的车价 他的其他的很多 养货等等 可能都还是会花到不少的钱 所以他这个电动车 可能就是跟特斯拉来比较 对 所以如果你要是买电动车的话 也许Leave可能 他的养护成本比特斯拉还要再低 对 因为他这里没有特斯拉 当然他是选最便宜 因为他就是电动车几具 我想他一定是比特斯拉要便宜一些 所以MPV部分的话 美国MPV也是一个很大的主流 他大概4万4千 在这里最贵的话 就是豪华轿车里面的Volvo的V90 在这里他要跑到6万2来 你看出来 在这里面显然小型车 而且是一些平民 一些大众品牌 的确是好养 然后开销也可以降低许多 好 那大卫哥帮我们介绍完了 就是各个集聚最好养的车款 我们看到在小型车的部分 有看到用的的Elantra 在台湾的销售成绩也相当地不错 而且他近期最新的车款要推出了 到底有哪一些亮点呢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 用的近期呢 推出了全新第七代的Elantra 除了有油电车型 可以大家选择之外呢 全新的第七代 到底和我们现在认知的 这一代来说 有哪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呢 罗哥 对 这个是3月17号的美国时间 又做了一个线上发表 你知道吗 现在我觉得今年之后 很多事情都走线上发表就好了 全世界成本也会选下来 对 所以我们看这个线上发表的时候 就会觉得说 这新的Elantra 风格实在是非常的前卫啊 你看它那个水箱罩面积又变大了 然后呢 它的那个整个车体变宽 宽了大概2.5公分 然后车高呢 降低了2公分 你看那这个水箱罩 你看多夸张 天啊 真的站满了整个前脸 站满了 对 就跟BMW有的套哦 对 所以这个原则上呢 它这个我相信也是现代的新世代的风格 对 它大概以后的车型 你会发现这样子的设计包含 延伸到左右两侧的车灯 其实有很多车子 又变长 很像这样子 有很多车像 Mercedes这个EQC 它也变成这样子 对 其实CIV也是这样 就是跟那个水箱物照连接在一起 对 就全部连着 然后就变成很大的水箱物照 这个就是 等于是现代的新世代风格 然后它为了要加强这种 四门苦贝的概念 所以它把车子变宽了 车长又增加了5.6公分 然后车高反而降低了2公分 就更加的轿跑 对 它就更加轿跑化 然后它车室的空间 也是稍微地放大一些 然后让它更舒服 而且在车内的部分 它也加了一些 比较科技的东西 包括两个10.25寸的住位仪表 这个看起来很冰适 就两个连在一起 两个连在一起 对 就很像 对 就是这样子